農作物不一定在农田生长 在智能植物工厂里面 无需泥土和阳光 就可以种出新鲜的蔬菜 植物工厂利用人造光代替阳光 营养液取代土壤 透过控制温度、湿度、二氧化碳等等 在室内栽培出翠绿的蔬菜 工厂里面无菌、无尘、无虫 为蔬菜生长提供洁净安全的空间 免洗就能够食用 植物工厂相比传统的生产方式 蔬菜生长周期能够缩短一半以上 现在内地拥有超过200座植物工厂 市场规模达到12亿人民币 是全球植物工厂大国 在无人植物工厂 由播种到收菜再到包装 全程自动化 折省了人力成本 有内地农业专家提议 在大城市建一栋30层的植物工厂 年产1万吨的蔬菜 已经足够4万人食一年 除了生产蔬菜 新疆的植物工厂更加发展自草种植 解决畜牧业自草不足的问题 植物工厂成为输解粮食危机的新出路 亦都为城市农业发展提供新机会